这份报告预计,Eglinton乘继轻轨工程可能推迟两年,在2022年正式通车,而且计划中的完工期限是不现实的。 报告还说,由于工期安排紧凑,工程将对沿线社区造成影响,特别是那些将轻轨站设在地下的地区。 这份报告目前已经在网上公布,并在今天公车局会议上作为多市交通拓展计划汇报的一部分进行了展示。 此外,报告还公布了Finch Avenue West、Shepard Avenue East以及Scarborough RT的工程进展。 报告建议,Shepard Avenue的地铁延伸工程立即动工,而Finch以及Scarborough RT的工程则按照安排在2015年动工。